在大马路上千万不要随便盯着人看 这一波 男人只是多看了对面小伙一眼 立马被对方认为冒犯自己 对着他就是一顿辱骂 由于男人刚从监狱出来第一天 为了不再回那个鬼地方 他选择忍下来 这男人无动于衷 混混更加嚣张 掏出小手枪就说要干爆他 没有想到男人还是一动不动 气得混混下车就要弄他 可就在这时 冲过来一个男人一把把 摔在跑车门上 一旁同伴都吓尿了 赶紧说自己和他不熟 他活该打得好 生怕自己也要挨一顿揍 但事实和他想的一样 男人收拾完主驾驶后 走过去也揍了他一顿 开个跑车你了不起呀 临走前男人还说了一句 像你这样的 我一个能打十个 真是不知死活 男人名叫泰勒 而副驾驶的人叫做大卫 教训完混混后 他们就来到了镇上打结银行 他们立马控制了来上班的员工 由于是第一次打结 银行员工告诉他们 每天下班前 现今都会被经理锁进保险柜 并且钥匙在经理的手里 劝他们赶紧离开 因为经理马上就来了 然而两人不仅没走 反而成功守住待兔 顺利的抢完了第一家银行 本来以为他们要开始逃命 结果他们还想要去抢第二家 这胆子也太大了 因为他们笃定 警方已经赶赴现场后 肯定抽不开人手 而且两人很有原则 他们只要20以下的零钱 成捆的和大面额的 他们一律不要 不仅如此存钱人的钱 他们也分毫不要 在两人打劫完之后 他们将车子埋进了土坑埋上 接着换上了另一辆车 这些车子都是他们买的黑车 为了以防万一 作案后会立刻销毁 镇上的老巡警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劫匪 他们只抢零抢 而且一次金额就几千块 这种级别的抢劫 联邦调查局都不会管 所以想要破案只能靠自己 更糟的是 两家银行的监控尽早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开启 而由于他们抢劫的是零钱 所以也没有办法通过贯资号来追踪资金的流向 老巡警因此推断 劫匪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由于经营不善 大卫家的农场抵押给了银行 母亲也因伤心过度因兵去世 泰勒才喜满失奉 没有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是他最大的遗憾 可他知道母亲可能并不想见他 十年前 因为受不了总是打母亲的父亲 泰勒失手杀了父亲 虽然是为了母亲 可母亲十年来没有去探望他一次 而且母亲在死前把一切都留给了弟弟大卫 如果这周五还还不上银行的贷款 农场就会被银行收走 虽然母亲很不待见泰勒 可接到了大卫的电话 他还是决定帮弟弟一把 他们要去抢劫那个贷款给母亲的银行 由于一直在侧前还贷款 大卫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儿子 虽然也没钱付给离婚妻子儿子的抚养费 在得知了此事后 泰勒扭头看了一眼对面的银行 然后假装去上厕所 结果是去对面的银行又抢了一次 与此同时 餐厅的服务员和大卫闲聊了起来 所以大卫在结贷人时留下了钱包里的所有钱 而在他走出餐厅后 正好看到了狂暴而来的泰勒 大卫非常生气 他则被泰勒不按计划行事迟早会出事 没办法 他们只能把车子开货农场买起来 然后换上一辆新车赶往下一个作案地点 和前两次相比呢 这一家银行的监控拍下了事情的经过 可泰勒戴着面具什么都看不出来 老巡警来到了餐厅 可服务员一点都不配合 在得知劫匪给了200块小费后 老巡警想看一下钱前面的罐子号 可服务员却说这一笔钱发生在抢劫前 晚上兄弟俩来到了赌场 他们要在这里把钱洗干净 在这里没有人关心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找个桌子随便玩上几把 这钱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第二天兄弟俩来到律所 这名律所负责的是母亲的遗嘱 而在明知大卫的钱是抢来的情况下 他还要为大卫服务 是因为他实在看不惯银行的行为 在得知农场地下有石油后 银行用最低的贷款额度骗了母亲一辈子 如今却要以无力偿还为由收回农场 顺势获得地下石油的开采权 从律所离开后 大卫来到了前妻家里 他把泰勒抢来的钱留给了前妻 等到大卫回到了农场 他发现泰勒在给冲锋枪装子弹 并且得知明天泰勒要独自开车 虽然大卫很奇怪 但并未说什么 明天一早只需要按计划 抢两家米兰德银行分行 他们就能在后天一早还新贷款 重新拿回农场 可由于米兰德的分行接连被抢 总行临时关闭了偏僻街区的小分行 降低风险 如今他们只能立刻开往计划中的另一家分行 但泰勒知道那一家分行太小了 抢来的钱根本不够 所以他临时提议去旁边的邮局镇 抢那家大分行 与此同时 老薰警终于发现了端倪 这两个劫匪追抢劫米兰德银行 而他也知道现在只有一家大的还开着 另一边两兄弟已经来到了这里 但是这一家分行太大了 拉开大门他们瞬间傻眼 这里的人好多好多 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泰勒让桂园装钱 而大卫则负责忘风 这个分行很大 他们没有办法看管每一个人 此一人群中有人用手机向外面求救 就在两人感觉不对离开时 保安开枪射击大卫 没有想到一枪不中 被反应过来的泰勒当场送走 两人冲出银行 警察虽然没来 可街上站满了拿枪的居民 两人按照计划的路线一路狂奔 镇上的居民组成的追捕小队 紧追不守 与此同时 老巡警也接到电话赶来 另一边 泰勒发现弟弟大卫中枪 他们只能在车上用胶布 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泰勒把车停在了路边 拿出了昨晚准备好的冲锋枪 疯狂扫射 小阵的追捕小队吓得疯狂逃窜 毕竟搭上小命那可不值得 两人来到了停车地点 泰勒让大卫先去赌场洗钱 自己还有点事要做 大卫直到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泰勒昨天要给冲锋枪装子弹 为什么他坚持今天要开两辆车 因为泰勒早就想到了今天的一切 十年前 泰勒挡在了被打的母亲面前 十年后 泰勒开着车引开了前来追击的警察 看着急驰而过的警车 大卫知道泰勒凶多吉少 泰勒爬上山紧拿出了自己的狙击枪 正在此时 老巡警带着属下赶到 还没有来得及部署抓捕任务 同时就被泰勒一枪爆了头 老巡警连忙让赶来帮忙的居民撤走 并且上了一辆居民的车 他让对方带自己绕后偷袭 大卫在回农场的路上遇到了警方的检查 他强装正顶 询问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例行的检查了他的驾照 这可把警罩坏了 好在顺利的逃出了警方的封锁范围 而此时的泰勒还在和警方僵持 由于太过专注 他丝毫没有注意绕到他身后的老巡警 就这样泰勒领了盒饭 晚上 大卫来到了赌场 电视上播放着泰勒被击毙的新闻 大卫轻松的报过筹码 这是哥哥用命换来的钱 第二天一早大卫就来到了米莱德银行 还清了所有的贷款 拿回了农场的产权 几个月后 已经退休的老巡警回到了警局 他再次调出了泰勒的档案 他不相信多了十年的泰勒出去就去抢劫 并且计划如此周密 他把矛头指向了泰勒的弟弟大卫 可同事告诉他 大卫现在的农场每个月光靠石油就能赚五万刀 这样的人怎么会去抢银行几千块呢 老巡警一直放不下同事的死 所以他独自来到了大卫的农场 大卫看到新闻 他认识老巡警 而老巡警呢也没有遮遮掩掩 两个人的对话都暗藏杀机 大卫邀请老巡警进了院子 老巡警只想弄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大卫这么有钱 为什么要去抢银行 他死去的同事是一个印第安人 靠他微不得心水养家 老巡警非常确定大卫才是抢劫的主谋 大卫则说自己的整个家族都是穷人 穷了一辈子 穷就好像遗传病 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但我的儿子不能再穷了 绝对不能 就在这时 大卫的前妻带着孩子回来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老巡警自称是大卫的朋友 老巡警问他不住在这里吗 不 这里不是我的 他只是来探望他们 这下他都明白了 大卫仍然一无所有 什么油田都不是他的 包括妻子也是前妻 他做的这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 好啦 电影赴汤导火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